大家好,欢迎来到科学实验室。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,彩虹摩天轮,实验材料。 水,盘子,彩虹糖,实验步骤。 取出约10到12粒彩虹糖,颜色凑落的均匀摆放在盘中围成一圈。 往盘子中央部位轻轻倒入,约30毫升常温清水。 水面高度与彩虹糖中间位置高度一致。 观察彩虹糖色素在盘中的扩散情况。 今天的实验做完了,是不是很有趣呢? 科学原理。 水接触彩虹糖后,色素开始溶解于水,水的密度增大并向密度小的区域,没有方向的四处扩散。 当某颗彩虹糖色素与另外一颗彩虹糖色素相遇时,由于密度相似, 于是两种颜色均朝盘子中央密度更小的区域扩散,最终形成类似彩虹摩天轮的形状。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?